饮食 饮食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这点对华夏子孙来说尤其深刻 外国优秀的饮食文化 我们引了进来 但咱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中国美食 还没在世界上站稳脚跟 我们的大街上饭落着各种卖牛排 汉堡 茶几 薯条的店面 但饭落在世界各地的同胞们 却没有可口的食物来抚慰自己的中国味 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综艺真人秀 中餐厅 最让人感到自豪的 就在于看到来自中国的美食 征服一个又一个外国味 王俊凯的麻辣糖 赵薇的鸡汤馄 苏友鹏的盐酥鸡 还有飞行嘉宾黄晓宁 带来的抢手霍山东特色 煎并卷大粥 这些美食会牵动着他们的味 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舒适率节节攀高的中餐厅 夜晃来到了第十期 而在最新的节目中 和前几期有一点点不同 这点就是 曾经的资生金牌招待 如今的新店员 黄晓宁 暂时顶替赵薇 成了任期只有一天的大力店长 黄店长的经营理念是 不光要让外国人感受中华美食 同时也要加强沟通 让他们感受得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于是 胡 仔细认真的向客人解释优惠活动 一个行走的中国小吃推广大使 悄悄上线 为了落实自己 与客人多交流沟通 更好推广中国美食的想法 黄晓宁推出父亲节亲自体验活动 让法国人亲自体验包括顿 不仅对付 太习惯用筷子的大人手把手交 对小客人 更是细致耐心 一边叫 一边满脸温柔的温身鼓励 为了向外国人解释清楚 纵子是什么 他停下手头工作 耐心听 详细解释 甚至不惜耽误接单 上采的时间 又何止如此呢 本着只夺不少的原则 黄晓宁可真的没少向外送东西 客人在送品田 闲粽子之间 选择两难时 他选择全送 对一位由于预定原因 一连到访几次不能到店 享受美食的老人 他更是亲手奉上粽子和八宝养生茶 中餐厅开到一个法国小镇 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通过这个契机 更好地宣传中国文化 那些拿到中国特产的法国人 心中已经悄悄中下中国文化的根 总有一天会发芽 而提起安利中国文化 黄晓宁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 在本期节目刚开始 餐厅房东的烧烤晚宴上 黄晓宁当着一众法国人 安利起中国的巨大变化 第一季中餐厅中 这种情形更多 多次向客人赠送膳子 中国节 全家福能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的小礼物 餐厅举办活动时 在和外国人合唱环节 带有浓浓中华文化气息的龙的传人 成了他的首选 还有 时不时的安利青岛大虾 青岛啤酒等家乡产品 生活中的他已为祖国种草无数 2016年7月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仲裁势力 黄晓宁连发了两条态度 非常明确的微博 一则 内容是 中国 一点也不能少 一则是 一寸山河 一寸家 这件事一发的直接后果是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 介绍海滩在越南停播 这样的结果 并不妨碍黄晓宁继续为中国精神 中国情怀 打扣 大英博物文理 当他看到中国文物时 也是竭力发愿 想让祖国文物回到祖国怀抱 当然 作为一个电影人 他也是刻不好通过自身力量 把咱们国家的新鲜血液推荐出去 今年5月份 黄晓宁以中国电影新力量推荐大使 的身份带着18位青年电影人 走上了嘎那主竞赛单元的红毯 随后 又在中国电影推荐专场 为青年电影人发声 上和组织国家电影节上 黄晓宁出席开幕式 在单推荐大使 鼓励中国电影人砥砺前行 在这些身份背后 是一种专为电影事业发展助力的时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去年那部口碑包棚的问西东 黄晓宁不仅仅是主演那么简单 在戏里 他饰演的角色抱着张子怡深情的说 我就是那个给你脱底的人 在戏外 导演李方方说 黄晓宁才是给这部电影脱底的人 因为他的投资帮助 这部电影才有机会成行并和观众见面 还有今年被受瞩目的文艺片 地球最后的夜晚 也是黄晓宁在背后支持 不盘也不知道 原来黄晓宁和中国文化之间 发生了那么多故事 如今 改革排放迎来了40年 三 门国家越来越强大 中国将从制造业大国 慢慢的往创造业大国慢慢转型 而这其中 文化是最有力的武器 是时候 和黄晓宁一起 为中国文化的传播 不起袖子干一场了